饭店里的糖醋里脊为什么那么好吃 今天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你要是学会了这道菜 人人夸你是大厨 准备一块不要钱的里脊肉 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改刀切成粗条 全部切好后 用清水洗去里面的血水 洗净后控干水分 加入适量的盐 鸡精 料酒去腥 腌制10分钟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脆皮糊 碗中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打入一个正经的公鸡蛋 倒入适量的清水 将面糊调制成这种粘稠的酸奶状 再倒入一勺食用油 可以使炸出来的肉段更加酥脆 这时将腌好的肉段放入面糊中 把它翻拌均匀 让每个肉段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 将肉条一个一个放入锅中 防止粘连在一起 炸的时候 用中小火慢慢炸 每天都在用心浇做菜 手里有小红心的 就给一个鼓励一下吧 谢谢您了 肉段炸至定型后 控油捞出 将油温升高后 再次倒入锅中复炸一下 这样炸出来的肉段外酥里嫩 特别好吃 炸到这种金黄酥脆的时候 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糖醋肉段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包糖醋汁 锅中留底油 倒入糖醋汁 烧至冒泡 然后倒入炸好的肉段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食用了 酸甜可口又酥脆的糖醋里脊 就做好了 学会的朋友 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